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拿走了大楼的万能钥匙直接上了27楼 于是用钥匙打开了2701的门 里面一个大叔和小三正在计划着杀害妻子让小三上位 水哥拿出扳手就是一顿干 另一边小白和小花闲聊说 公司里有个同事水哥正在追求他 但是小白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于是告诉他如果他能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就考虑考虑 这边水哥打开了2702的门 开灯看了一圈并没有人 于是转身离开 接着是2703 开门的是一个小混混 水哥利索地杀了人关了灯 这片小花告诉小白 水哥已经知道了他的住址 并且说会来找他 让他小心一点 这人呢被逼急了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小白笑了笑 说他才没这个胆呢 与此同时 水哥已经连杀好几户住户了 一句废话也没有 开门就是一顿干 转眼就来到了26楼 拿出钥匙就要开2601 而此时小白突然听到门外有声音 于是前去查看 原来是一个罪汉走错了门 这边水哥依旧杀人关灯 镜头一转 一个占卜师闲来无事 给自己算了一挂 发现自己今晚死期临近 而且还算出凶手的名字就是水哥 而另一边 小白也发现了水哥给他发的短信 今晚等我的好消息 真相渐渐地浮出水面 小白心想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而此时的水哥已经杀红了眼 一步步杀到了23楼 当看到一家三口熟睡时 他转身就离开了 这时他看到有人乘坐电梯 到了27楼 原来是一个被害者的女友回来了 他看到男友被杀 惊恐不已 于是报了警 水哥也开始加快了杀人的步伐 转眼到了21楼 而小白就住在2107 2106就是那个占卜师的家 他早已料到水哥会来 于是拿了个花瓶躲在了门后 趁水哥不注意时 重伤了水哥 但是依旧没有逃过死亡的命运 水哥回首就是一般手 战卜师也领了喝饭 此时的水哥也受伤倒在了地上 艰难地爬到了2107门前 呼喊着小白的名字 小白听见外面有声音 忐忑地打开了房门 却什么也没有 这时的小花把小白叫到了阳台前 看到了对面的大楼 用灯光拼成的I love you图案 原来这才是水哥今晚的惊喜 他为了向小白表白 杀光了对面大楼里所有的住户 此时小白的心里真是满满的感动 说如果和他恋爱也不错 这边小花发现灯光拼成的U还缺了一脚 嗯不太完美 而此时的水哥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警察随后赶来打开了灯 此时的I love you也完整了 故事也到此结束 此片充分诠释了能动手尽量不抄抄的中心思想 也为那些为爱情失去自我的人敲响了警钟 好了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深夜里的杀人犯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